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近些年来呢 吃无肤质的食品成为一种潮流 不少人在把饮食当中的肤质剔除之后 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些健康的改变 比如说皮肤变好了 不容易出现湿疹 也不容易出现腹歇腹脏等等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是肤质 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去尝试无肤质饮食 除了去医院检测以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迹象能够告诉我 我可能也是对肤质敏感的这一群人呢 大家好 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生农饮食和间隙性断食的实践者 也是国际认证的营养师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订阅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记得到视频的最后 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哦 首先啊 什么是肤质 用比较学术的话来说 肤质就是存在于小麦 大麦 黑麦当中的一种蛋白 肤质并不是碳水 它是一种蛋白质的结构 那其实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来概括肤质啊 它就是面筋 很多人都吃过面筋啊 那如果你知道面筋的制作过程 其实是要把面粉里面的那些粉质 或者说那些碳水洗掉 剩下的这些能够形成像蜂窝状网络的蛋白质 哎 就是肤质 为什么面食能够有那么多的口感 为什么它能够比如说包饺子 包包子啊 能够有这种拉开的延展性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肤质 有肤质才能让它能够构建出来那种大的网络状的结构 也就能够让面食有了这种蓬松的弹性和延展性 那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 很多人说我要吃无肤质饮食 那我就去吃粗粮 其实粗粮细粮跟肤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其实主要就是面粉啊 面条这种小麦制品 当然也包括大麦黑麦制品当中 肤质是最多的 那如果说你习惯吃 比如说米饭或者是米粉 也包括小米玉米乔麦 这些其实当中都是不含有肤质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肤质不耐受的问题呢 有一些人是对肤质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这一种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啊 叫做乳迷屑 那这种人就是完全不可以碰肤质啊 否则它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疾病反应 那其实这种人也是比较少数的 绝大部分人其实想要去完全的 把肤质或者说把这种面粉蛋白的 这种结构消化掉 都是会有点困难的 因为它们之间的粘性很强啊 它这种巨大的网络 经常是没有办法完全的 被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掉 也就是说会有一些 没有被消化的蛋白质片段 进入到我们的肠道粘膜当中 那它有可能引起肠漏 引起肠道的这些有害物质 泄露到身体当中 那从而引起一系列的过敏反应 那这其实就是肤质不耐受的 一个最根本原因 之前有很多次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 叫做谷物大脑 谷物大脑这本书呢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说法就是 肤质其实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 难以避免的 也难以去逆转的危害 这种含有肤质的谷物 会让我们的身体不可避免的产生炎症 而这种炎症对于大脑是有损害的 比如说阿尔斯海默症 帕金森症 各式各样的大脑神经退行性疾病 可能都和肤质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究竟有哪些肤质不耐受的迹象 是我们要注意的呢 其实这些迹象可能 每个人每天都会或多或少有一点 从来没有想到过 它是跟肤质有所关联的 那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些迹象 你觉得自己中了很多的话 其实可以尝试在饮食当中减少碳水化合物 最起码也要减少面食 也就是减少肤质 你可能会惊讶的发现 这些症状都会有所改善 第一个就是我们肠道当中 直接出现的一些迹象 腹泻 胀气 便秘 每个人的表现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 但是如果说你有肤质不耐受的问题 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当然就是消化系统 我本人在生酮饮食以前是一个长期会胀气的人 我就是真的负胀对我来讲是特别特别正常的一件事 吃完饭一定会负胀 我自己可能也没有过多的去想 但在生酮饮食 在不吃碳水 不吃肤质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吃完饭是可以不用胀气的 就是胀气并不是消化的一个必须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 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同的问题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第二个很明确的迹象跟肤质相关的就是 疲倦或者是脑雾 就是大脑的这种昏昏沉沉的感觉 我们刚刚讲到过在古物大脑这本书里 它其实明确就讲到肤质会引起炎症 而炎症会攻击大脑 我们的大脑出现这种昏昏沉沉的状态 其实跟肤质是脱不了干系的 比如说很多人会反映在吃了一大碗面条之后 特别明显就会出现脑雾的状况 或者是饭后难以集中注意力 如果说你有这些迹象的话 一定要尝试去减少肤质的摄入 那第三个很让人惊讶的迹象 是关节疼痛 关节疼痛现在应该说是流行病了吧 很多人都会有关节的问题 老年人呢自不必说 那年轻人也因为比如说过量的运动 经常去跑步 做一些高强度的有氧 也或多或少会有关节的问题 那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正常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运动量增多 关节就是会受不了 但其实不是如果说你能够尝试在饮食当中减少肤质 你可能会惊讶的发现自己的关节 是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壮的 它其实能够承受很多运动的一些冲击 也能够承受年龄的冲击 它其实主要的问题在于 它在发炎 为什么发炎呢 因为肤质引起了肠漏 引起了全身的慢性炎症 所以关节疼痛也是肤质不耐受的一个迹象 第四个我自己曾经深有体会的迹象 就是持续性的头痛 尤其是偏头痛 基本上在我停掉面食一个月之后 头痛的问题就彻底得到解决了 我们刚刚也讲到过 肤质会对大脑的神经有所损害 而这种偏头疼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神经 尤其是持续性的 怎么都治不好的 或者是去医院也看不出来什么问题的这种偏头痛 很有可能跟肤质是直接相关的 第五个 湿疹 皮疹 皮肤上面总是长痘痘 总是很难清透 其实这些都是炎症的一个体现 如果说有比较严重的湿疹反复发作 可能就会有医生推荐你去在饮食当中减少肤质了 因为肤质蛋白真的是直接会让你的皮肤产生炎症反应 而这种炎症反应随着停掉肤质 就可能会有立刻的好转 第六个 现代人越来越多的通病 焦虑 抑郁 你当然可以说我们现在压力太大了 有各式各样的可能的原因 但其中一个值得去排查一下的原因呢 就是肤质 肤质会损害大脑 进而会损害我们对于情绪的一个感受和控制能力 也就是说会让我们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那说了这么多啊 有人说我感觉好像我条条都重 但是我也并不确定 怎么办呢 你当然可以到医院 比如说国内有很多三甲医院 有营养科 可以去检测过敏反应 那可以直接去检测到你是不是对肤质过敏 那最简单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尝试短则一个月 多则三个月 在一段时间内完全不吃面食 不吃大麦小麦黑麦这些含有肤质的食物 自己去体会自己身体出现的一些变化 如果说你的这种不适有明显的改善 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 为了不要再出现这种亚健康的反应 肤质并不适合你 当然你也可以在停止食用肤质一段时间之后呢 尝试再次少量的去食用肤质 含有肤质的食物 再去体会身体是不是出现了其他的变化 那通过反复的几次 你大概就能够确定 自己到底是不是有肤质不耐受的情况了 那如果说你没有在低碳生酮饮食 你觉得自己也不需要进行低碳生酮饮食 但是你已经出现了肤质不耐受的情况 你可以去吃比如说大米玉米或者是荞麦 包括小米 那这些粮食当中呢都是不含有肤质的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 或者加入沙拉的生酮讨论群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